6月7日 红海5月AI营收量演偏多外资续买 作者,Ada 今天台股下跌44点 成交量4516亿 指数收在21858点 外资群卖超台股98亿 卖超台积电15384张 股价下跌15元 昨天外资群卖超台积电14806张 股价上涨40元 今天把昨天买的都卖了 股价才下跌15元 这就是市场投资人对台股及台积电 还很有信心的现象 这时会有人说 外资群这样是不是算倒货 如果你硬要这样想 其实这算是倒货 不过我比较在意的是 是目前台股中投资人的信心 毕竟现在台湾经济很好 台湾的投资人才是主导台股指数上涨或下跌的主要因素 这和之前是不同的 之前外资群只要一个波段拿着6000亿 就能让散户怀疑人生 随着Fed升息 结果台湾的售险业不调高台币保单的宣告利率 这就使得很多买台币储蓄险的保护解保单投入股市 金控又很聪明地发行了一大堆ETF 从一开始以台积电位标的的ETF 后面有主题是ETF 接着是高股息ETF 再来是半年配 即配 月配 最终变一股10元 最近还有推债券ETF 这就使得台湾很多结了保单进到股市中 这几年ETF的规模增加了2到3兆 光高股息就增加了1、2兆 之前我说过 股价是资金堆出来的 这么多资金买了ETF 这些ETF能挑的成分股就那些 很多买ETF的投资人又不会卖 所以指数就会一直越来越高 外资群拿着6000亿想要和台湾投资人的几兆资金拼 那真的就是爱说笑 目前外资群就是在测试台湾投资人的资金及信心程度 每上涨个1、2000点后 就会卖出手上持股 4月外资群卖一次 结果卖了1500亿后还上涨了100点 6月外资群又来一次 卖了1300亿 结果指数还是上涨了50点 外资群就是来搞笑的 5月外资群把4月卖的1500亿买回 结果指数就上涨了1500点 这时有人会说 为什么买ETF的散户不会卖呢 道理很简单 之前买ETF的散户 他们赚了一大堆钱 他们觉得一年能得到股息8到10% 不但股价涨很多 而且每一季都能领到很好的股息 赚了很多钱后 自然会有信心 另一批人就是买了00939及00940的散户 台股都上涨了1700点 结果00940股价还在9.94元 真的就是来搞笑的 这等于当初00940进来买成分股 直接就是买贵10%以上 所以才会产生台股上涨10%了 00940还没有涨回10元 这些散户赔钱了 自然也不会卖 我个人觉得最大的原因在于AI百年大行情的题材太大 这就让很多投资人极度有信心 尤其是台积电 很多散户对台积电充满信心 所以只要台积电股价不出现一两百元的修正 台股很难出现一两千点的大跌的 而且目前第二大全职股的鸿海 也是受惠AI百年大行情 鸿海现在股价净值比才1.5倍 上涨的空间还很大 所以只要不要发生什么金融 政治大事件 想要让台股修正个两三千点 我个人是觉得很难 而且Fed虽然延迟降息 但接下来总是会降息 所谓的降息就是把资金往市场赶 股价又是资金堆出来的 Fed降息时 会有很多的资金往股市中流 所以我一直说不要看空股市 有可能你觉得现在是高点了 但还是会很轻易的被一波带走 大家按赞并留言 鸿海GB200产品4月已经出货 接下来海外产能在第三季开始生产 会有越来越多的产能加入生产AI伺服器的行列 鸿海的营收会每一个月 每一季的越来越好 最近AIPC名词越来越火热 大家也是要了解一下什么是AIPC 然后再自己想一下这类的产品是否未来会热销 英特尔 微软定义AIPC AIPC产品的具体概念 目前在业界都还没有一个完整的共识 而英特尔最近发表了他们对于AIPC的定义 英特尔的高级行销技术总监Robert Hollock 在受访时就有透露英特尔对AIPC的概念 只要具备GPU、GANPU这些硬体 还有拥有VNNI、DP4A指令处理能力的这些PC 就可以算是AIPC 我个人是觉得 大家就把AIPC想象成比较高阶级聪明的电脑 这些品牌常为了卖电脑 他们一定就是会去推AIPC的 毕竟AI算是杀手级的应用 品牌常只需要把AIPC的好处推广出来 让大部分的消费者可以轻易地了解AIPC的好处 那消费者在选择电脑时 自然就会多花一些钱去买AIPC 现在云端的AI应用如GTP、4O 好处有更高效率和速度 多模态功能 及时对话且互动更自然 更强的图像和影片理解能力 多语言支援 生成带有可读文本的图像 可用性更高等 现在很多消费者也是愿意付钱去使用这些功能 OpenA也是会让一些使用者免费的去使用 不过再使用的次数就会比较少 当消费者能接受AI这些功能 如果这些功能可以直接就在你的电脑上 那自然就是会很有吸引力 未来AIPC及AI手机一定都会出来的 电脑品牌厂及手机品牌厂为了做到更多的生意 他们一定会去努力地推广PC及手机上的AI功能 然后用消费者能听懂的语言说给大家听 而且很有可能就直接把AIPC及AI手机就放到产品中 反正你就是花多一点的钱 买高阶一点的PC或手机 你就能拥有AI的功能 一开始PC及手机厂要推AIPC及AI手机 除了打广告教导消费者外 当然也是会被一些库存来卖 这时PC及手机的代工厂就能得到第一波的商机 这就和AI伺服器一样的道理 一开始云端大厂就算不确定AI产业是否会起来 他们一开始一定要先去布局的 不然微软布局了 结果谷歌 脸书没有布局 当谷歌及脸书确定AI产业起来了 结果客户都被微软抢光了 所以各云端大厂一开始不管3721 一定就是会先去布件大量的AI伺服器 然后提供给自己客户AI供电 换到AIPC及AI手机 我个人觉得一定也是相同的道理 所以大家看到鸿海 广达 伟创 人保在电脑的营收会有不错的成长力道 这就是各大厂在抢先机 接下来AI手机也是会这样 我就不幸苹果看到三星在那推AI手机 它有胆今年或明年不推 如果苹果不推的话 很有可能苹果就会变成下一个诺基亚或科达了 就是不信邪 不去跟上潮流 最终才会被世界淘汰 文章主题内容如下 一 鸿海五月AI营收量 偏偏多外资续买 二 台积电五月营收2296.2亿元年增三成 三 英特尔及微软定义的AIPC架构 今天外资群卖超台股98.55亿 投信买超台股22.23亿 自营商卖超台股32.42亿 三大法人合计卖超台股108.74亿 外资群期货空单增加78口 期货流仓空单10606口 三大法人期货流仓为空单5832口 今天台股成交4524.26亿 下跌44.32点 跌幅0.2% 收在21858.38点 电子下跌9.7点 跌幅0.84% 收在1151.27点 金融上涨17.97点 涨幅0.92% 收在1974.24点 昨天外资群卖215亿上涨417点 今天卖超98亿才下跌44点 所以很明显目前台股指数的位置投资者还是有信心 这时会有人说 那是因为股市没有明显的下跌一段 如果外资群可以让指数下跌各500点 1000点 甚至是1500点 这时散户就会累积很大的自我心理面压力 那时自然就容易出现人才人 嗯 没错啊 外资群每一次拿1000亿 2000亿出来卖时 就是希望达到这样的效果 但是外资群卖一卖后 发掘指数越来越高 外资群一开始要把指数打下去就是相对困难 除非外资群动真格拿5000亿的台积电出来卖 不过台积电到2028年AI营收会年负成长50% 当外资群拿65万张台积电出来卖 把台积电卖到700元 我相信会有很多散户进去捡便宜的 当外资群卖光台积电后 那时台积电营收及财报又出来几次了 当散户看到台积电营收及获利一直向上增加时 那时外资群想要便宜的向散户买 我想散户应该是不会理外资群才对 所以现在除非发生什么金融事件 政治事件 不然在没风没雨的情况下要把台股指数打下去 我个人觉得难度是很大的 新闻说 出口连期红 5月年增3.5% AI商机带动滋通与视听产品需求畅旺 财政部7日发布5月出口统计 金额为373.6亿美元 年增3.5% 按新台币计算增9.2% 连续第7个月呈现正成长 累计一致5月出口为1851.4亿美元 年增9.1% 按新台币计算增13.4% 财政部表示 虽然终端需求尚未普遍回温 但受惠于人工智慧 AI等新兴科技应用商机活络 带动5月出口成长 就各项主要出口货品来看 5月滋通与视听产品出口94.2亿美元 年增62.4% 其中电脑及其附属单元大增1.4倍 储存媒体增加34.7% 交换器及路由器则减少22.9% 同期电子零组件出口134.0亿美元 年减11.0% 其中机体电路减12.1% 印刷电路、电容器及电阻器 各为增0.1亿美元 5月化学品出口16.7亿美元 年增8.9% 运输工具出口8.8亿美元 年减25.0% 基本金属及其制品出口25.6亿美元 年减2.2% 累计一致5月出口年增9.1% 以滋通与视听产品增加1.1倍最多 电子零组件减8.1% 光学及精密仪器减27.4% 运输工具减20.8% 基本金属及其制品减5.2% 红海主力筹码分析 今天买超第一名的是台湾摩根 买了7744张 第二名的是摩根大通 买了2040张 第三名的是富邦 买了1405张 第四名的是原富 买了975张 第五名是港商业村 买了703张 今日卖超 第一名的凯基台北 买了2802张 第二名的是瑞银 买了2452张 第三名的是凯基市镇 买了1332张 第四名是统一 卖了1187张 第五名的是港商法新 卖了798张 最近几天大摩及小摩 开始明显地买超红海了 之前还有人担心 大摩是不是要出货 我说过 外资群就是会在那买来卖去 对投资者来说 你比较需要关心的是 公司是否有价值 未来是否能发展得很好 还有最重要的是 是你有没有买太贵 只要你买在红海股价 净值比1.3倍 1.5倍 这两个价位等于就是 非理性崩盘价 即理性时相对低点 你买在这两个价位 还会被外资群 或主力洗出去的话 你干脆就不要和别人投资了 AI产业趋势这么明显 红海近两个月 AI营收也出来了 重点是工业妇联董事长 都和你说 红海GP200开始出货了 之前投资者可能会怕 是不是有人要炒股 在那随便说说 毕竟之前广达 光宝科 音业达 伪创等AI概念股 去年已经糊烂了一整年了 一年过去了 连一根毛都没有看到 伪创及广达股价 都涨了两三倍 红海股价才涨上去70% AI伺服器的营收就出来了 也就是说 红海股价炒上去一个月后 红海GP200就开始出货了 重点是未来GP200的商机 还很大 红海四月都已经出货了 剩下的AI概念股 股价都炒到位了 结果GP200还没有出货 我就觉得好笑了 红海AI伺服器 营收及商机都确定了 结果股价净值比才1.5倍 伪创GB200还不知道在哪 结果股价净值比快要三倍 广达第三季才会出GB200 股价净值比来到6.5倍 接下来伪创 广达 英业达等AI概念股 营收好都是应该的 只要营收不好 那股价就是该被修正 这应该很好理解对吧 伪创 广达 英业达的营收都涨上去了 现在营收才慢慢的出来 营收好本来就是应该的 不好就是该死 之前我和大家说过 红海是大型全职股 需要比较大的资金 才有可能把股价炒上去 所以红海一定是要等到 营收及获利真正出来 股价才有可能炒上去 当初我这样说时 还有一些散户觉得我在硬拗 觉得我买到不会涨的公司 在那随便说说 那时我说红海股价100元 伪创股价150元 广达股价280元 你卖掉伪创及广达进来红海 有可能你就能无缝的 接到下一波行情 因为AI产业真的开始爆发了 接下来一定是红海这种龙头公司 才有可能吃下大部分的AI伺服器 红海在伺服器就占了4成多的份额 把CPU换成GPU 就成了AI伺服器 以红海的规模来说 才有可能做这么大的生意 那时不信邪的人就一直在那说 伪创好棒 广达好棒 现在你就是在伪创中被五毛仔折磨 伪创股价已经涨完了 现在就是垃圾时间 每一个月 每一季开营收集才爆 伪创也会因为一开始AI伺服器受贿 但伪创的股价都已经反应过了 但只要红海未来用更快的速度 吃下大部分的市场 那伪创就完蛋了 因为市场已经把未来20年获利拿走了 就算红海不去抢伪创的单 大概伪创也只能爽个两三年 未来AI伺服器想要普及 后面一定就是会变红海的 前两三年是蓝海 也许你看不出谁有竞争力 之后动真刀针枪抢订单时 你就会知道买到获利被拿走20年的伪创有多可怜 今天红海成交56013张 股价平盘 收在177.5元 外资群买超2790张 投信卖超812张 自营商卖超740张 三大法人买超1238张 今天是端午长假的最后一个交易日 很多散户会中很多洗脑口诀 如农历长假恐国际股市有变 现金为王入代未安 先卖一趟在低街 清明变盘 端午变盘 中秋变盘 五穷六决期上吊 七八月外资放暑假 圣诞节外资群去过年 今天三大法人仅在红海中买到1238张 而且红海今天股价完全没有下跌 代表大部分进到红海中的股东是很有信心的 今天伪创下跌2.5元 广达下跌6.5元 这一些一定就是因为端午长假才卖出 我常和大家说 你在投资股票时 你一定要买到获利还没有被别人拿走的个股 像伪创级广达 未来20年的获利都被拿走了 这种公司买了后就仅剩下风险 这时会有人说 现在红海股价净值比1.5倍 未来获利也被拿走三年多了啊 我只能和大家说 大部分好的公司股价不容易再净值给你买到 如果你能再净值买到 要么就是公司不符合价值投资时要素 像红海这种符合价值投资时要素的公司 股价还在净值附近 那一定就是被整个市场看摔到爆炸 所以没有买到股价100元的红海也不用难过 正常人是很难抱住100元红海的 有一些人看到目前红海股价177.5元 他会觉得怎么可能有人抱不住100元买到的红海 我和大家说 我的频道讨论区有很多都是在100元左右就买到的 仅三年下来被一般讨论区网友 分析师 亲朋好友 伴侣 父母 同事等酸道爆炸 能抱得住的都是要一副被邪教洗脑的人才有可能抱住 当初很多人戏称我是邪教 说我每天都只会说心灵鸡汤 不论你觉得我当初说的是心灵鸡汤也好 是邪教也罢 这就是能让你撑过红海股价一直在100到105元的重要因素 没有看我影片的人 有3万人在105元被洗出去 有5万人在120元被洗出去 有4万人在132元被洗出去 这些人就是买到很有价值的公司 结果就在甜美价被洗出去 在红海股价净值比1.5倍买到的人 其实你不用来看我的影片就能抱住了 这是为什么呢 道理也很好懂 现在很多分析师 网友 新闻 媒体 头顾老师等 每一个人都在那说红海好棒 而且红海股价也会随着大盘波动而波动 大部分的时间红海股价走势是比大盘强的 所以你现在可以很轻易地抱着红海股票 有一些人因为中了锚定效应不敢进来买红海 在红海股价150元时我说过 你这时进来买恰恰是最安全的 因为三大法人在做多 不但你在150元进来买很安全你在现在170几元进来买也是很安全 因为红海目前的股价净值比才1.5倍 未来AI伺服器会一直强劲成长 接下来红海会持续有营收及财报的利多 就算后面你后悔不想要投资你随便找一个营收或财报利多卖 你也不会赔到什么钱的 你如果现在报到2028年 在最差最差的情况下 你5年后可以领到35-40元股息 红海5年后净值会提升到150元 所以5年后市场再怎么看衰 你一样是能赚钱的 不过接下来5年红海营收及获利会持续成长 你告诉我这样的公司5年后股价会再净值 那整个市场就是瞎了眼了 我是没有看到公司获利会持续成长 结果股价还一直在净值的 以台积电来说 获利会持续成长 股价净值比都来到7倍了 红海就算没有办法来到7倍 随便来个3-4倍也是很合理的 来看一下5月AI概念股的营收情况 红海5月营收5501.57亿元 月增7.68% 年增22.06% 创同期新高 累计前5月营收2.38兆元 年增1.73% 扭转今年以来衰退趋势 红海也公告 将于7月2日除息 7月31日发放股力 广达5月合并营收1,012.99亿元 月增4.1% 年增31.5% 成年月双增态势 而近日受到满满红利加持的广达 单月营收也重回千亿大关 并重新恢复成长态势 为应5月营收为新台币247.60亿元 年增率59.55% 月增率12.73% 今年1到5月累计营收为1,163.51亿元 累计年增率7.81% 未创5月营收为795.01亿元 月增9.4% 年增25.5% 表现处在水准之上 合并前5月营收达3,903.72亿元 年增约15.7% 截至目前单月营收重返年增态势 表现亮眼 未创近年积极布局发展AI领域 并拿下灰达AMD Intel的代工订单 带动整体涨势飙升 而7日以109.5元作收 后市表现看望 应夜达5月合并营收521.8亿元 月增2.2% 年增13.3% 冲上近26个月以来的新高 合并今年前5个月营收达2337.34亿元 年增15.1% 符合市场预期数值 展望未来 内部看好 今年营运表现将有望逐迹成长 而董事长叶力成近日 也在电脑展上接待挥达执行长黄仁勋 并获各界关注 这时会有人说 广达5月营收年增31.5% 伪创5月营收年增25.5% 唯赢5月营收年增59.55% 都比鸿海年增22%好 其实看事情要看透彻一点 首先鸿海营收6.16兆 要让鸿海营收年增22% 那AI伺服器要多夸张的成长 才有办法达成 鸿海云端网路营收大概仅占总营收的四分之一 AI伺服器强劲成长的情况下 要带动鸿海5月营收年增22% 鸿海5月营收比去年增加1000亿 才让5月营收增22% 伪创财增161.7亿 这样就年增25% 广达5月营收年增243亿 这样就有年增31.5% 所以在绝对营收上鸿海是遥遥领先 维影就更不用说了 才增加了92.4亿 这是以营收绝对值来看 再来我们看一下去年广达 伪创 维影及鸿海的营收情况 大家可以发觉去年5月广达 伪创 维影的营收都是特别的烂 这才会让今年的5月年增的这么夸张 鸿海去年5月的营收已经是比例年好了 结果还能年增22% 所以鸿海5月年增才是真实的 历年鸿海4月到5月营收大概会跃增1% 去年5月则是跃增5% 所以已经是同期好了 伪创去年5月则是跃增1.93% 正常来说伪创4月到5月是要跃增8%到12% 所以伪创去年5月表现的是特别烂 正常广达4月到5月是要跃增10% 去年5月却跃减1% 所以广达去年5月的营收也是特别烂的 从伪创的营收来看 伪创5月比电出货170万台 月增6.25% 年增13.33% 着急出货80万台 月增14.28% 年对年持平 显示器出货80万台 月对月持平 年减5.88% 营运团队表示 受惠于下半年AIPC新品问世 加上旺季效应 渴望带动出货畅旺 全年三大产品线的表现都将优于2023年 明显伪创5月营收是受惠AIPC 广达指出 随着GPU功料逐渐顺畅 使得伺服器出货顺利 带动5月营收重返千亿大关 持续看好全年伺服器有双位数成长的表好 广达5月营收1012.99亿元 月增4.1% 年增31.5% 累计今年一致5月营收4575.76亿元 年增6.7% 笔电出货部分 5月笔电出货400万台 月增25% 年减4.76% 广达5月营收好 是因为伺服器及AI伺服器出货顺利 新闻说 金元代工龙头台积电公布 2024年5月自节合并营收2296.2亿元 虽较4月2360.21亿元 自高小减2.71% 仍较去年同期1765.37亿元 成长达30.07% 创同期新高 历史第三高 累计前5月合并营收1.05兆元 较去年同期8330.7亿元 成长达27.03% 续创同期新高 台积电表示 受惠高速运算 HPC等应用对3奈米 5奈米需求持续强劲 抵消智慧手机需求季节性影响 在平均汇率32.3元假设下 预期第二季合并营收将升至196-204亿美元 以中位数推算将创6460亿元新高 计增9% 年增达34.4% 法人预期将可顺利超标创高 不过 台积电预估第二季毛利率为51-53% 营益率40-42% 以中位数52% 41%观察分为近11季 近三年低 财务长及发言人黄仁钊先前指出 主要考量0403花莲墙震及电费调涨影响 预估分别影响0.5个百分点 0.7到0.8个百分点 展望2024年 台积电董事长继总裁魏哲家 在股东会时预期 不含记忆体的整体半导体市场将成长约10% 其中晶圆代工业约成长14-19% 不过 受惠技术领先及客户群广泛 今年将是台积电健康成长的一年 预期业绩将逐渐成长 全年美元营收预期成长21-26% 魏哲家完全同意回答 NVIDIA 执行长黄仁勋所言 AI前景一片光明说法 指出台积电因技术领先而站在非常有力的位置 直言 目前没有竞争对手 会继续维持此优势 认为台积电未来几年的远景应会非常乐观 由于对AI前景看法如此乐观 对于台积电是否会因此扩大资本支出计划 魏哲家则回应会非常谨慎小心 表示未来几年的投资策略原则不变 将根据市场需求审慎考量资本支出计划 规划产能 是否超过先前的三年1000亿美元 则请拭目以待 同时 魏哲家透露考虑向客户展现台积电的价值 隐含有一条涨晶圆代工价格 获得大客户辉答 NVIDIA 执行长黄仁勋赞同 二家美系外资出具报告 认为台积电试图展现更加的销售价值策略 有助转价成本上涨压力 实现长期毛利率达于53%目标 美系外资指出 台积电通常在久 10月间确定隔年金元售价 认为魏哲家是在价格谈判前先 测试客户反馈及看法 最可能情况是同时提高核心价值所在的 先进制程和先进封装 coOS 售价 成熟制程则维持目前售价策略 第一家美系外资认为台积电将尝试调涨明年金元价格10% 经谈判后应可调涨5% 微幅调向2025年获利预期 但将2026年预期调升6% 维持加码平等 目标价自928元调升至980元 第二家美系外资则维持买进平等 目标价975元不变 A大回答 前几天我们有稍微预估台积电5月及6月的营收 台积电在第一季法说会上发布第二季业绩展望 预估第二季营收将介于196亿美元至204亿美元之间 计增3.9%到8.1% 中间值计增约6% 细以亿美元对新台币32.3元之平均汇率计算 预估营业毛利率51%到53%低于首季的53.1% 营业利益率40%到42% 台积电第二季营收换算为新台币之预估区间 为6330.8亿元至6589.2亿元 计增6.8%到11.2% 以台积电第二季营收预估来看 本季营收将有机会改写单季历史新高 台积电4月营收2360亿 年增59.6% 但台积电预估第二季营收会在6330到6589亿 扣掉4月营收的2360亿 等于是台积电5月加6月的营收会在3970亿到4229亿之间 2023年台积电5月营收1765亿 6月营收1564亿 合计5到6月营收3329亿 如果台积电对第二季营收估算是正确的话 那5月加6月的营收就仅会在成长19%到27%之间 也就是说如果第二季台积电的营收是法说会上展望的下源 那接下来两个月台积电营收就仅有年增19% 如果第二季营收是法说会的上源 那接下来的两个月营收就会年增27% 结果5月开出年增30%的2296.2亿元 累计4月及5月台积电营收已经有4656.2亿 距离台积电法说会估的营收上源6589亿 还差了1932.8亿 台积电去年6月营收1564亿 所以下个月台积电营收只要年增23.58% 这样就能达到法说会上源的目标 按照台积电4月及5月的营收来看 下个月要2000亿 我个人觉得应该是很容易才对 已近两年台积电6月营收比5月会月减5到11% 所以下个月台积电2000亿多一点点 应该就是正常的 一般讨论区网友说 伪创这只老AI 去年喷完后今年比起其他AI股简直一蹶不振 除了散户一堆车太重之外 PE刀客PPT跟背板怎么奶都没起色 基本面来看 要跟鸿海竞争分时订单 现在也不知道会拿到几成的单子 自己的板子利润高弹都可以算出来 没成长性了 可以预期未来几个月营收开出来 丑媳妇要见公婆 会面临更多修正 PE21倍看起来还是太高了 技术面来看 股价在108元117元之间徘徊 A大回答 伪创股价从26元涨到161元时 那时伪创股东人数191892人 时间一年过去了 目前伪创的股东人数来到38万0680人 增加了18万8788人 伪创股价年限108.88元 所以近一年进到伪创中的人成本一定都在108.88元 伪创净值39.36元 一年赚4.08元 现在伪创股价就一直被凯基和平 赵峰大安固定在110元左右 每一口价都挡了大单 凯基和平及赵峰大安之前就用一样的招式挡鸿海 那时赵峰大安及凯基和平之道近三年买到鸿海的散户成本都在106元左右 所以就在100-105元玩五毛游戏 让鸿海每天股价就是在平盘 不然就是正负0.5元 偶尔正负1元 一年中没有几个交易日正负4.5元 现在凯基和平及赵峰大安进到伪创中这样玩 伪创近一年新增的18万8788人 成本在108.88元 每天就是被凯基和平及赵峰大安这些五毛在折磨 当初在那酸鸿海的人 说大盘上涨鸿海不涨 大盘下跌鸿海大跌 大盘大跌鸿海小涨的人 现在你可以去看伪创了 当初我就说过 这些五毛仔根本不在乎公司有没有价值 他们就是为了玩五毛游戏 现在伪创中有18.87万个股东 成本在108.88元 每天就是会很相似 当初鸿海净值104元 一年赚10元多 配出5.3元 这样的情况被五毛仔拼命挡单 那时我说这是给持有鸿海人持续加码的好机会 但五毛仔现在在伪创中玩五毛游戏 里面的散户却不能向下摊平及加码 毕竟伪创净值才39.36元 一年赚4.08元 配2.6元 现在加码伪创的话 一年股利率也才仅有可怜的2.4% 重点是股价净值比还有近三倍 现在在伪创中的散户进也不是 退也不是 就只能被五毛仔玩假的 这也是我说的 当你投资一家公司前 你要先去看有没有符合价值投资时要素 当初很多散户进到伪创中单纯是为了炒股 觉得伪创营收少 一开始AI营收比较小 这种三线场吃到一点就能发大财 他们打着如意算盘就是先朝伪创及广达 未来AI营收占整个伺服器比较大时再去买鸿海 最终就是死在统计 一买一卖成交易 三大法人买的是散户卖的 三大法人卖的是散户买的 后面三大法人在某一次玩短线时把股票导货给散户 之后就再也不进到伪创中玩了 直接就是转进鸿海 就留下一堆散户在伪创中怀疑人生 当三大法人出完货后 现在换五毛仔凯基和平及赵峰大安在那玩五毛游戏 每天就是档单的折磨里面的散户 当初进去买伪创 然后笑鸿海一条死鱼的 现在你们可以尝尝伪创死鱼的苦果了 当初鸿海死鱼一年还能赚资产的百分之十 用时间就能为赢一年百分之十 现在伪创死鱼 一年连百分之四都赚不到 然后仅配出百分之二点四 随着时间一点一滴过去 最终AI伺服器的订单也通通都会被鸿海吃掉 持有伪创并不能透过时间化解风险 如果AI产业消风 伪创股价净值比三倍 目前鸿海股价净值比才1.5倍 哪一间股价会被修理的比较严重 应该就是一目了然吧 一般议论区网友分享 在探讨AIPC概念时 出现的CPU、GPU、NPU让人眼花缭乱 但究竟什么是AIPC呢 英特尔表示 只要具备特定硬体与指令处理能力的PC 就能被视为AIPC 但微软又有不同的想法 讨论到AIPC时常被提及的CPU、GPU、NPU有哪些差异 这些常见的处理器 它们的架构设计及应用面向不太一样 具体都是在执行什么任务呢 CPU也就是所谓的中央处理器 具有核心记忆体及控制单元 CPU就像电脑的大脑 让电脑跟应用程式做连接互动 让使用者对电脑下达任务 GPU就是影像处理器 也就是常说的显卡 和游戏画面显示有关 可以把GPU想象成图像大脑 随着游戏显示需求变多 CPU要负责电脑里所有的工作效率会降低 硬体制造商就把图像 影音等工作分割出来给图像大脑GPU GPU和CPU有点像 有核心记忆体和控制单元 但GPU是利用平行运算的方式 架构上较简单 适合处理专精的任务 NPU简单来说就是类神经处理器 主要是执行机器学习算法的专用处理器 基本上都是跟AI挂钩的 所有的PC都可以执行AI工作 毕竟CPU就可以执行各种运算 不过从效能、能源的角度来看 CPU比起NPU其实较不擅长 效率也会较低 一直到现在AI时代 我们常提及的大型语言模型 生成是AI NPU在其中都是不可或缺的角色 英特尔 微软定义AIPC AIPC产品的具体概念 目前在业界都还没有一个完整的共识 而英特尔最近发表了 他们对于AIPC的定义 英特尔的高级行销技术总监 Robert Hollock在受访时 就有透露英特尔对AIPC的概念 只要具备GPU NPU这些硬体 还有拥有VNNI DP4A指令处理能力的这些PC 就可以算是APPC 以英特尔在电脑市场的影响力 是蛮值得参考的 其中VNNI和DP4A 就是利用GPU进行成家指令的加速 可以理解为跟AI相关的功能 微软在2024年5月20号 规划一个AI与Surface的活动 届时应该会亲自介绍 对于AI软硬体的愿景与规划 不过英特尔的最新说法也提到 微软的AIPC必须要有GPU CPU NPU系统之外 还要有Copilot软体及实体按键 英特尔AIPC生态系的主管Talue Allen表示 英特尔及微软对AIPC的共同定义就是 必须有内建NPU的Core Ultra处理器 Copilot及Copilot按键 AIPC的首要主角NPU 以英特尔的角度来看 具备GPU NPU及的Core Ultra处理器等硬体 就可以算是AIPC 他们认为拥有这些功能 就可以解锁AI领域的功能及运用 反之 微软当然也希望AIPC定义中有他们的产品 也就是Copilot 未来在市场中也才能一席之地 在AIPC市场初期 各品牌间都还有很多需要协商的地方 除了目前必备的NPU外 其他不管是硬体还软体 都还没有绝对的共识 势必会经过一段磨焊期 A大回答 下半年各大厂商会强推AIPC 大家也是能先透过上面的文字 了解AIPC是什么 以我看完上面AIPC的定义 我个人觉得要卖给消费者也是很简单 等于就是比较高阶的电脑 未来比较高阶的电脑 就会搭配GPU NPU 这样就不会有什么消费者 愿不愿意接受的问题了 未来你买高阶一点的电脑 直接就是有搭配GPU NPU 各大厂不会让AIPC 有成功或失败两种选择 单纯就是把GPU及NPU 打包进比较高阶的电脑 然后告诉消费者 你买了有GPU及NPU 能做到什么事 所以我个人觉得AIPC 一定是会成功的 毕竟卖电脑的品牌厂 也是希望电脑能有一波换机潮 这样他们营收集获利才会成长 这种感觉就像我 我买电脑时 就是有几核心的 硬体多少 记忆体多大 有没有独立显卡 你想要买规格越高的 价格就越贵 一些商用的就是会买比较好的 未来PC厂就把AIPC 打包进到高阶电脑 然后教消费者如何使用 像之前推固态硬碟 就和你说有固态硬碟会不怕振动 读取速度快 电脑开机速度快等 直接就是分有固态硬碟或是一般硬碟 后面品牌厂要强推的话 那就是大部分电脑中都是固态硬碟 以前笔电中还有光碟机 现在大家应该也看不到光碟机了 所以电脑就是这样持续的演进 PC大厂只要成功的告诉消费者 AIPC能有什么好处 然后再推一些AIPC的机种 那自然就会有人会想要进来买 一些消费者可能会想尝鲜 或是买来拍片 所以我个人认为AIPC一定是会成功的 这没有什么好说的 毕竟AI就是未来的趋势 当消费者在云端使用 AI觉得很好用时 他们也会想要笔电或电脑上有AI 价格如果差个几千元或一万 这对商业人士也是负担得起的 以我个人来说 如果一台笔电四万 你告诉我有GPU加NPU的电脑五万 我还是会选AIPC 毕竟AI目前的运用很强 买电脑如果有AI的功能 那可以节省我比较多的时间 当AIPC起来后 接下来就会是AI手机 我一样是那句话 卖电脑的希望AI能带动换机潮 能产生更多的营收及获利 那卖手机的品牌厂一定也会这样想 他们也会把AI放到比较高阶的手机 然后告诉消费者有AI的手机能达到什么事 一直有AI及没AI的手机差个几千到一万元 我想经济基础允许的 他也是会想要买个AI手机来试试 所以一开始AIPC及AI手机一定会有长线商机 后面也会因为AI功能太强大 所以产生换机潮 大家看一下鸿海四大营收产品类别 我想最慢到明年下半年 鸿海四大产品类别就会有94%和AI相关 现在光AI伺服器就能让鸿海营收大幅度的成长 之后加上AIPC及AI手机 这两项营收持续显著成长 我觉得不是难事 毕竟大部分的人都有手机及电脑 这就和电动车一样 现在有车的都已经有了 所以会持续的产生换机潮 一开始可能有长线旗 所以换机需求会比较旺 AI伺服器则是云端大厂 企业 学校 公司 医院 政府都在抢着部件 这部分一定就是持续的强劲成长 所以我的看法是由AI伺服器强劲成长为底 接下来AIPC及AI手机也会在接下来2到3年显著成长 之后电动车及机器人就会产生明显的营业收入 所以接下来3到5年 没有任何理由看坏鸿海及卖出鸿海 除非股价净值比来到3到6倍 会在股价净值1.5倍卖出的 你可以安排个时间去看一下自己的脑子 太愚蠢的人适不适合投资的 文章出自A大个人股市研究观察记录鸿海操作篇 各位贵宾 鸿海即将起飞 请确实记好您的安全带 Dear passengers 鸿海 is going to take off Please make sure your seatbelt is clear fashion 旺监 他的安全带